关于李辉特别代表访问的情况 中方都及时发布了消息稿 请以中方发布的消息稿为准 我也注意到乌克兰外长公开表示 他同各方接触的情况没有哪一个国家 表示李辉特在做了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所做的表述 5月15日至26日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访问了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 欧盟总部和俄罗斯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主张 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凝聚更多的国际共识 各方高度重视李辉特代此法 充分肯定中方为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赞赏中方呼吁尊重主权领土完整 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影响 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处于紧要关头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加强同各方的对话交流 不断凝聚共识 积累互信 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 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做出中国贡献 感谢观看